董璇被抱在国外看房,或因高云翔被提起新指控,将长驻悉尼, 董璇因为丈夫卷入了官司,已经很长时间停留在悉尼,最近才复出工作。 可是没想到拍戏没多久,她又重新到了国外,并且被发现和当地的房产经纪们聊天,似乎有购置房屋的打算。 前不久她丈夫的事情又有了进展,被提出新的指控,所以在短期之内仍然不会有结果, 也因此她需要在当地长待,也许就是她看房的契机。 这条消息是网友传出的。该网友在悉尼的某个房产的展厅遇到了董, 网友不仅拍了照片还大赞她真人相当的漂亮。 至于对方出现的这里的理由,网友并没有直接指出, 只是透露她和工作的人聊了很久,有可能是想在这个地方购房。 而消息传开之后,大家当然就联想到她丈夫的事情上面。 从照片里可以看到,当天她穿着一身白色,不仅外套是白的, 脸帽子也是白的,看起来对白色也是相当钟爱。 不过相比于平时出现在公开场合时的时尚和静力, 当天的这身打扮就显得比较低调,如果不看脸,就是街上的平常人了。 而她在现场看了样板房,同时也和工作人员们详谈, 看来对于这个房子十分的上心,没有敷衍对待。 大家都知道,此前她曾经为了保释丈夫, 带着自己的女儿到国外赞助,还花了几千万元的钱。 后来由于案情的进展,她也从国外回到了国内, 甚至还进剧组拍摄新戏,这一系列的举动, 让不少人认为她丈夫的情况有了好转,所以她才能重新回国。 没想到前不久网上传出她丈夫又增加了几项新的指控, 让事情出现了反转。 这次再次到悉尼,并且很认真地看房子, 也被认为大概是需要在这里长期停留,所以购房做准备。 不过也有否定的声音,称她曾表示过不是买房子,只是租房。 据说她之前租住的是朋友的房子,如今也是重新看一看,选一个合适的。 作为明星,她在选取房子的时候就很注重隐私和安全方面的问题。 尤其是她还要带着女儿,给孩子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也是相当重要。 据说她租房的金额是1500澳元每周,算下来一个月就是6000澳元, 换算成人民币就在3万元左右,不得不感叹明星们这样的大手笔。 而这次看的房子也处在比较高档的地方,拥有相当高的品质。 其实在事情发生之后,董一直都是很支持自己的丈夫, 并且想各种办法为对方奔走,这样的情谊也是让人感动。 董和高结婚的时候,董已经是比较有名气的女星,而对方则不太出名。 婚后董为对方的事业做出了很多的努力,而自己则为了家庭和孩子淡出,不常拍戏了。 他们的感情曾经让人非常的赞赏,因为两人在外形上很相称, 而且在各种场合看得出是相当的恩爱的。 而这次的事情却打破了大众的美好想象, 尤其是董的遭遇更是让人很同情。 很多人认为他作为一个被伤害的人, 这时候可以选择离开,但他却没有。 希望他做的事情,能够让他感到安心吧。 感谢观看